老闆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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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恐怖的妖怪 站在以前的三輪車 前前還掛到兩顆電池 而且後面還掛到另外一隻妖怪 這隻妖怪一邊打鼓 一邊斷捏到一種妖怪 去死給黑警人 不過民眾都不怕 全都是開心對著作火動路 然後開頭的壓制 在外小姐 是特別基盤一張高怪活動 來給大家享受一下 常妖怪做會過多的氣氛 不是只有看火燈又燈賣 也能過一個相當特別 而且不一樣的玩笑 就很特別 而且那時候還有那個點火的儀式 然後還有打鼓 然後就是繞整個 就是這邊的街道 然後還有沙米 就是有驅魔的儀式 感覺特別 所以讓你過一個很不一樣的儀式 對對對 而且我們是四個人 就一起環島 剛好環島這一站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有這個活動 就很剛好 就很幸運 這家現在也特別 常現在上方的 Q天民俗禮的團 安排一連傳警察的表演 因為在客頭有留團一個故事 而這就是利用演出的方式 來展現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這是因為我們這個 鳳凰山的三層 每年都會來妖怪村十六天 過年的時候來這邊過年 所以在每年的除夕夜 我們迎接他到來 到元宵節 我們要公送三層回去 把這個 守護這個妖怪村的工作 交還給天狗 在這裡打鼓就感覺 好像在深山裡練功一樣 是一種享受 我覺得蠻舒服 其實我們是 妖怪過元宵的部分 應該就是說 我們把表演 已經融入了生活 包括我們在吃飯 我們都在想說 妖怪要怎麼 怎麼呈現給觀眾 雅姐用高高的方式 以及救天民宿幾個團的超冷氣 是成功去印鈴條 也讓大家躲過一個快樂 有更難忘的玩笑 在這裡初五開 採訪報道